永恒之塔4.0 非常丰富,可以塑造出任何你喜欢的角色 本次4.0版本对捏人系统的界面做了很大程度的修改 首先呢,4.0版的捏人系统增加了推荐外形菜单 玩家可以在其中选择性感、清纯、可爱、独特等类别的推荐外形 并且可以在预览菜单中查看使用服装、翅膀、技能时的样子 而在角色个性化方面 永恒之塔4.0将原有的预设、脸型、发型、装饰或纹身等选项的数字显示方式 改为了缩略图显示 从而使得整个捏人界面更加的直观 较老板系统相比 永恒之塔4.0的捏人系统增加了更多的选项 在使玩家更能随心所欲创建人物的同时 也简化了玩家繁琐的操作 真的是好人信话哦 除了升级捏人系统 本次4.0版血战枪神还增加了好多新装备 不但在外形上更加新颖 属性上也有了全新的突破 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血斗套装 此次4.0更新的PVP套装之一 在外形设计上 为了突出血斗套装的特色 以血红色为主色调 并配以油光效果辅助 使之看起来带给人一种略带血腥的华丽感 在属性方面 血斗套装不但拥有65级顶级套装的优良属性 更是针对不同的职业 分别设立了不同的属性加成 可以说每一套血斗套装 都是为了这个职业量身打造的 除了血斗装备外 IM4.0也推出了新的弓兴装备 司令官系列装备 包含总司令官 精锐司令官 司令官之神圣三大系列 穿戴弓兴装备后 角色会获得相应的PVP攻击 防御和加成效果 是角色在PVP对象中 欢迎加的夺心异手 当然除了以上所说到的新增装备 还有很多很多新增的道具装备 另有提到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介绍了 不过通过这些介绍 玩家们就能发现 其实本次4.0更新 不仅是新增枪炮星这么简单 它更是一次游戏的飞跃 可以说是Ion的又毅力成碑 是我们全体Ion玩家的福音啊 对了 官方现在正在进行 永恒之塔4.0的变脸风鸣活动 有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哦 除了有游戏道具赠送外 还有机会获得拍力得相机哦 爱美的妹子们 行动起来吧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一集 我的另一位美女同事小青 将为玩家朋友们 带来4.0版本新开放的副本 敬请期待哦 下期再见 拜拜